另排是天路18万 人走上这天路18万都得休息好几回 那么它能不能挑战成功呢 如果你有十几万的预算 想买一台纯电的轿跑车 你会选哪一款呢 那今天教授给你带台一台全新的车型 就是这个东风风行的新海S7 那么这台车呢 也是东风风行新海新能源序列里面的首款轿车 也是一台中大型的轿跑车 那这台车呢其实在之前的北京车展已经有过亮相了 那来到今天啊 8月份这个时间 我终于是第一次看到这台车的实车 说实话 它还是各方各面给我带一些惊喜的 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看一下这台新海S7 它各方面的表现呢 到底怎么样 那首先来看一下这台新海S7的外观呢 它其实是用了品牌的最新的设计语言 那么整体呢 强调是一个简洁优雅的一个样子 那前面车头呢 可以看到非常的简单 因为它是新能源车型 也是一款纯电车 所以它并没有进气隔山等等之类的 那么大灯这一款呢 形成了像一个7字啊 这样的话呢 就跟它的这个新海S7这个名字 这个数字序列是搭上了 那么来到侧面 大家能看到了 这台新海S7呢 是一个中大型的轿跑车型 所以首先呢 它整体的分量呢 是能摆在我们面前的 它的车长呢 是超过4米9 并且是用了一个6倍的设计 那么这个6倍 其实我觉得挺值得来讲的 因为它跟我们平时看到了 这种轿跑的轿车 可能啊感觉不太一样 因为能看到它从这个B柱 往到它的车尾 一直都是往下去走的 所以这台车 从这个后45度的地方 去看它的车尾的话 还是非常震撼 因为它整一块 上面的大玻璃 搭上后面这一个 先被式开启的尾门 所以整体这个车顶 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流畅 给大家看一下 它整体的这个车身设计结构 你看打开这个后边 其实它的幅度还是非常大 因为它从这个玻璃后面这块全部都能打开 那么在常规容器下面呢 其实它能做到这个400升左右的一个储物空间 但你能看到了 我们现在是把这个盖板能放下了一层 也就是说它能进一步的去拓升它的这个高度 那同时打开这个盖板呢 看到下方还会有一个隐藏的储物格 所以整体这个实用性表现来说呢 还是非常不错 然后再回到车身侧面来看一些细节 首先是这个轮毂呢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它的造型啊 19寸的轮毂 然后它是用了这些比较封闭式的这个样式 其实这台车的 对于这个运动俗性的强调呢 还是会有的 包括你看打开这个车门 能看到它下方有一个黑色的侧裙 一整条都是 然后打开这个车门 同样现在十几万能买到这个无边框车门 已经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了 这台车同样也能给到 那么其他的我们再到车里面感受一下 这台星海S7表现怎么样呢 好了再来到这台星海S7的车内感受一下 那其实它整体给我第一个印象 就是比较的简约啊 你能看到特别是在这个白色内饰的相称之下呢 其实它整体看起来又是这个简约之美 这个地方都是用了白色去搭配 所以整体看起来呢 还是非常的清新的 那同时它也会用这个木纹式板 以及这些镀鸽条啊 进行这个中控式台的一些点缀 所以整体看起来这个层次感 包括它的这个美感呢 还是很简单啊 就能做出来了 那在储物空间方面 其实我们也能看一下 冰这台车是作为一个主打家用车型啊 那前面有两个放手机的地方啊 左边这个呢是带无线充电的啊 那后边是常规的水杯 打开这里呢 有一个比较深的这个中央的扶手箱啊 那我比较喜欢的是这台车呢 下方啊 操控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然后在一些细节上面啊 包括这个副驾驶这边呢 也会有一个挂钩 所以平时想挂一些买菜啊 或者说挂一些垃圾袋 在副驾这个位置也是非常的方便 然后另外我觉得比较喜欢两个点呢 就是它的一个座椅啊 首先是座椅 因为它用了一个整体式的一个造型 那看起来其实相对是运动一些 但是当你坐进来 你会发现它整体的这个用料 包括它的这个软硬程度呢 是拿捏的刚刚好啊 所以也就是说坐起来 还是会比较舒服的 并且包括我这个位置呢 还会有这个加热通风的功能 然后再来看一下它这套车机呢 也是这个星海系列里面的最新一套系统啊 它叫星海OS 那其实整体大家能看到这个界面的话 跟目前很多 新式的品牌 它的一个UI设计界面都是差不多 然后包括一些功能方面都能布局在这边 其实用起来 我认为跟很多这个新式的车型 的这个UI布局 感觉都差不多 如果你们开过类似的车型 然后再来到这台星海S7上面的话 我认为就能很快去适应 所以这个车机系统方面呢 我认为就不用太多去说了 OK那么接着来到后排 再来感受一下这台星海S7 那毕竟整个外观设计呢 我刚刚说到 是一台轿跑车型 然后并且这台车是一个中大行车的一个定位 那么先来看一下它的空间表现 其实我认为还是过得去的 包括你看这个腿部空间 还有这个头部空间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大家可能会担心 这个轿跑车后面溜背 并且有个先背尾门 会不会对它头部有影响 那其实我这个身材 坐进来的话 我认为还是OK的 并且它的这个座椅的靠背 其他人能看到 不会得非常的平直 所以坐在这边的话 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坐姿 那同时包括它的下方这个地方 也没有这个坐小板凳这个体验 那我觉得这一方面 这台星海S7在空间布局设计上面 还是做得挺OK的 那同时能看到上方是一个非常巨大的 全景的这个玻璃 那虽然它是不可以打开 并且也没有这样连 但是说实话 这样看的话还是非常炫酷 那其他地方的话 我觉得整个后排的体验 还是比较不错的 OK那么大概给大家带过 这个星海S7的一些静态表现 那其实我们今天来到重庆 去试驾这款车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大家能够看到 我们今天需要去挑战这个 重庆瓦红打卡点 另排石魔鬼天路 据说那里会有18道西弯 那我们就去看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这台车又能不能完成这个挑战呢 谁能想到啊 在这两座大山之间 竟然有一条这样的捷径 通到山顶上去 但是这边的弯又多又陡啊 据说开车上来 真的很难一把过 连续十几个180度大吊头弯 加上这样的坡道 谁能顶得住啊 所以这个重庆天路18弯 对于车辆的最小的所谓 半斤以及动力表现 都是非常大的考验 好 现在是第一个弯了 我们这台星海S7的话呢 它转半斤是5.45米 好 然后靠到最左的外侧 那其实这个弯的话还是 非常抖的 这个角度还是挺大的 听到原态有些打滑了 OK 上来了 那这台星海S7的话呢 它的这个车身长度啊 去到4米9多一点 所以这台中大型车车来上这个弯的话呢 其实真的是要找准这个角度 那在它上去的时候呢 有可能你位置找不准的话 会形成了一个交叉轴的状态 那么交叉轴对于车车来说还是比较有挑战难度的啊 从我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这个波的这个抖翘程度真的是非常厉害啊 其实对于一台中大型车车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除了考验车的这个最小转弯半径之外呢 还是要考验它的一个动力啊 听到稍微打滑 但是这个动力还是扛扛的啊 还是能上来 这个路上大家都能看到有很多这个轮胎翼呢 说明有很多车都是从这里滑的上去 那我们这台星海S7说实话没什么难度 还是挺轻松的就能上这些完了 说实话这台车你看一把过的话就差那么一点点了 试一下这个行不行 一把过一把过 诶可以可以可以一把过 这是最后一个弯了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好成功上来了 成功通过 那所以这台车它主打的就是一个转弯半径啊 非常的小 能做到这个5.45米 那对于这台4米9长的这个中大型叫出来说 还算是挺实用的一个配置啊 那我们今天试驾了这一批的星海S7呢 其实它全部的车型都是这个160千瓦这个速度功率的这么一些车型 那往后的话呢可能啊还会有其他动力版本 那包括在今年的后期一点 它会推出这个插电式孔的动力的这个版本 那说到这个纯电行使呢 其实关于这台星海S7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卖点啊 就是它的这个电耗以及它的这个风阻系数方面 因为呢官方宣称这台车的一个风阻系数啊 这个高强度杠在整个车身结构里面 能保持这个高刚性以外 同时还能实现这个轻量化 那所以呢再集合它的这个低风阻系数 以及这个比较不错的这个热管理系统 那么就让这台车整体这个电耗表现能做得比较低啊 那这台星海S7呢在悬架形式上面呢 是用了这个前麦克逊式后五连感的悬架 那同时呢可以留意一个数据就是 官方说的这台车的他们车的一个迷路设施的这个成绩呢 是81.9公里每小时啊 所以这两个相加起来大家可以感受到这台车的底盘表现 其实按照我这个实际的体验呢 我觉得还是会带有一些这个运动的属性啊 包括它的支撑杆啊 还有这个在弯道里面或者说日常通过一些烂路的时候呢 都能感受到这个底盘呢是在这个舒服当中啊 还是保留了一些运动的属性运动的基因啊在里面 那OK今天呢我们就开过这台星海S7呢 打卡了这个令牌石魔鬼18弯道 那么大家都能看到这台车它的动力表现 以及它的最小转弯半径方面都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 那同时我们也深度在这个公开道路上面体验过这款车 那我总结下来呢它的优势还是非常多的 首先它的颜值足够高 另外它的舒适性的表现都是出乎我的意料 同时它的先背尾门带的实用性呢 也是相当的不错 所以这台车如果是作为这个十几万就能买到的一款 中大型纯电教宝车来说的话 那么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那其实这款星海S7呢作为这个东风风行品牌啊 这个星海星轮序列下面的首款纯电教车 它的地位呢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星海的这个序列呢其实之前已经出过这款星海V9的MPV车型 那么这款呢是他们首款的轿车产品 对整一个序列来说还是相当的重要 那因为在这个轿车市场里面呢我们都知道非常的卷 那么它拿出的这种实力 那我认为呢也是在这个市场竞争级别上面呢 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胜算的 那所以屏幕前的各位呢你们认为啊 这台星海S7它最终的定价到底定在怎么样的价格会更加合适呢 那它的各方各面的表现又能不能让你们满意呢 那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这期视频呢就到这边 再见 再见